我們家大部分呢 都是那種平常用很寬裕 但是有朋友來也不怕沒有桌子 但我又不想要訂的 所以這裡就有一張桌 聽說什麼 全林口 唯一有自然兩人只有兩個人 就是常要跟國家一條一條 但是這又是唯一的 在一樓 就是有自然太空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 賞我我是Ted 旁邊這位是 陌生夫妻的Anson 陌生夫妻由一家三孔的 冷酷媽媽 默默 熱情爸爸Anson 以及2019年出生的吉祥物兒子 不補共同親吟 主要內容以家庭生活 育兒經驗 購物分享以及親子旅遊等日常生活 與觀眾分享 那我們今天是九尾開箱網紅的家 剛好最近一系列開箱兩個網紅的家 Anson他也是買在林口 對 那他家一系列從頭到尾 他都分成很多個特輯 很完整的放在他的頻道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他的頻道看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介紹他家的這個建案 叫做 藏耀PARC 好 喜歡嗎 好 喜歡 哇靠 其實我給他的評價 沒有沒有 沒有 我是打算先拍完 然後我們再記發飆過去 強制收費你知道 其實真的還不錯啦 目前住到現在 他的公設我覺得蠻厲害的 而且他建築物外觀我也覺得算特殊的 跟一般的建築物的配色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們現在開場的地方 是樓下一個落雨松花園的一個小涼廳 這個就是法定開放空間 因為他這兩棟蓋的非常的高 所以他很留一個自己的社區 開放式的花園 其實蠻漂亮的 那我們待會把畫面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個我們現在已經到他們社區裡面了 然後他已經我跟社區已經 有先跟他們說一下 一進來是一個有挑高的大廳 然後看起來像有圖書館的交易廳 然後有一些咖啡桌擺在這邊 蠻近的 我們現在講話都很小 對 你平常是不太會來這裡 還是會 就是經濟的啊 也就下面坐這樣 有啦 那反正大家進來可以看到 他這邊主要的裝置預束是在等 他這個應該是這邊的主視覺 然後其他都是用鐵劍跟木座搭起來 就像比較文青的風格 就不是說用那種很多食材很重的感覺 然後地板也是這種顏色比較輕的地磚 好 那我們你帶著我們走啦 OK 就他們說兩棟嘛 所以公設規劃在中間 一樓二樓 主要公設都在這裡 看到那邊有攬球場 健身房我覺得還蠻一般的 誒 他的那個兒童遊戲是看起來很可愛 對 是一個鯨魚的造型 好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二樓 他們有種池 我發現他們這個TT中房 這食材是用洞食 這個叫洞食 就是有洞的大理師 喔 是這樣子嗎 它就是洞食 通常這都比較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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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是二樓 他們的中庭游泳池 中庭游泳池 他們游泳池我覺得蠻大 蠻羨慕的 就在兩棟中間啦 感覺有完整的三個水道 因為最近缺水 所以他說沒有放水 然後後面的那個小朋友區啊 SPA區啊都有 我會蠻喜歡他的公社 是因為我自己有小孩 對 我們的工作性質 又是時間比較不固定 對 啊你說你要帶他特別去哪裡游泳 要帶他去哪裡就很麻煩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這個游泳池對我來講蠻佳的 可以省去很多補必要的 不然樓下喜歡上去放完墊睡覺 真的簡單 對 然後他們這邊的游泳池 因為設計的位置在兩棟樓的中間 所以呢比較不容易有太多的太陽直晒 這樣林口風還蠻大的 會不會冷 我這裡有一點山風你知道 晚上那個咻咻咻 那個窗戶會蹦蹦蹦這樣 好那這就是室內籃球場 欸這超棒 聽說什麼全林口 唯一有自然兩棟只有兩個人 就是長耀跟郭嘉一號院 跟郭嘉一號院 但是這又是唯一的 在一樓 就是有自然財光 郭嘉一號院那是在 地下室 地下室嘛 最近都有發現有一些住戶啊 都會自己下來搭 而且真的有人會在這邊互相抱怒 好反正這邊有一個完整的辦廠 那雖然兩邊的三分性有一點緊 可是咻它的挑高是好的 這應該有6米以上的挑高 啊不用說跳一下 好可以來我們挑一下 挑一下 TED的新書要準備上市喔 TED的新書要準備上市喔 這本書其實是整理我們線上很多賞屋說說的內容 但是書裡面有更多的補充內容和註解 那雖然很多人會問說 欸剛剛我都已經看賞屋說說 我為什麼還要買書欸 書除了我剛剛說的 它的內容更豐富以外咧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房子的朋友 你可能就可以直接分menu 然後去找你的問題 反正推薦給大家買起來 好啦各位朋友我們現在剛打完籃球 它的船的效果 它是效果 啊我的船真的船 我不是效果 可怕的是我就不是效果 我真的還在船 那就帶大家來玄關 那你再喘一下TED 好 來 Hey Siri 打開招牌燈 好 首先一進來呢就看到 陌生夫妻的MS 這裡整個玄關呢 就是讓它做一個蠻乾淨的狀態 就只看得到這兩個燈 我有鄰居啊在裝狂的時候經過的時候 他都以為是開酒吧還是工作室 對對對 其實我想要傳達就是說 有時候那種父母啊 要出去外面喝酒 都要嘛輪流 要嘛就是不能出去 那其實家裡就是一個很好的小酌空間 所以我就把自己家裡一進來 就做有點像小酒吧的感覺 然後再過來一進來咧 其實廁所就是原本的廁所 原本常要給的三件式的衛浴設備 因為它原本裡面這個灰色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應該普遍大家接收度是很高的 對啊 然後咧一進來 這邊是鞋櫃 鞋櫃 這裡就是鞋櫃 夠放嗎你們 夠啦 我就四雙 剩下都我老婆公小朋友 鬼大 這裡有設一個出門的時候可以拿東西 什麼口罩啊 外出袋啊 衛生紙 反正 然後呢 我們覺得我現在 還有點喘 有點暈缺氧的感覺 當然這邊原本是有一隻柱子是不是 對 沒錯 這裡原本是一個柱子 但是因為不夠深啦 只有一小塊 放不了東西 所以它又多出來 但它不想要坐滿嘛 它這樣覺得 欸多一條線 這樣比較有一個 多一個線條 對對對 就不會讓你覺得很失敗這樣 這一整片就是我們家收納 電視牆間收納櫃 對 好 再過來就是這個沙發 其實我們家 欸對 我一進來就有看到這個沙發 但因為全身四汗 我也不好意思躺在上面 沒事 可以躺 沒關係 這不是說你今天都睡在上面 它是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廢人 我叫它殘廢椅 就是你整個人可以很貪軟的 就這樣躺在上面 但是那是因應我們一家三口的時候的狀況 如果說客人比較多來的話 其實這一張沙發它可以這樣 它可以往前調 後面的空間是出來 你再把它推進去 其實整個客廳空間就夠了 喔 所以這樣子你們就可以 自由的變換需要的空間 那平常因為反正都自己家的 就三個人嘛 三四個 五個就不需要拉出來 對 因為其實躺身一點 腳都拿上來是比較舒服的 對 那其實我這整個空間就是 跟WING溝通啦 就是說我希望它是 三個人用的時候很寬裕 人多的時候也夠用 所以就會有很多會有 就是可以調整的這一種 家具或是設計這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我覺得夫妻總有一個人要睡沙發 為什麼 有時候啦 你講這話很偏激耶 沒有啦 就是 因為我老婆她比較前面 我又會打呼 其實她已經接受我這個長期的摧殘 所以到了新家呢 我工作到比較晚 我就直接睡就不會打擾到她 喔 對 接下來可以講一下 這個玻璃隔間 欸 你們家是幾瓶 全壯是38左右 然後室內家陽台是19 不是啦 那你全壯是加車位的形狀 對 應該是加車位的全壯 對啦 你這個現在是32啦 OK 他們家大概是29點多瓶啦 因為我是用公司的31%去算 所以他們是一個兩房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她家還蠻不錯的 就是她家有兩套衛浴 剛剛有說完 就是可能噴油比較多 除了沙發以外還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家隱藏版的一個功能 這是可以拉出來的對不對 沒錯 我們家大部分呢 都是那一種平常用很寬裕 但是有朋友來也不怕沒有桌子 但我又不想要訂座 所以 這裡就有一張桌 摺起來 對 它有點小眾 這樣打開的話 可以再做四個 那裡再做兩個這樣 對 我家整個客廳空間都是處於一種 自己用很寬裕 朋友來也有多的地方可以做 其實我蠻喜歡的 我原本有一點擔心 它會不會就是因為這種結構會翻 因為畢竟你有時候會放湯啊 不會 它底下是 覺得它後面還蠻穩的 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你每次這個用完 以後擦乾淨 乾了再縮起來 不然 然後他們這個中島的底下也都有 擦住 但是因為 他們家的這個屋部 都用這個安全的先把它封起來 對對對 可以打開 廚房的話 這邊過去都是它原始的 只是原本它是一個隔間嘛 我直接把它打掉做開放式 那 夫妻 維繫關係的三神器嘛 這裡有洗碗機碗 就是自己裝的 跟這個都是嗎 都是 然後 這裡也有一些儲藏櫃的空間 收納空間 然後我的夢想冰箱在這 然後 我覺得我們家的後陽台其實還不錯 就是以小家庭來講 它算空間蠻大的 哦 而且 沾了下兩個 可以開亮台燈嗎 亮台燈沒有Cereal 我覺得不錯 我是很喜歡這邊的配置 因為 它這邊的地磚看起來不像是部外 有沒有 它的地磚看起來是像 比較像家裡面 或是浴室的地板 還有它的壁磚也是 然後其實它的空間整體來講 說不算大 但是剛剛好 我放兩台 不是因為你們家才兩個大人一個小孩 這樣子也是 很夠了 然後就是LGS都好用 這個 就很夠用了 然後原本建商規劃還不錯 就是它有格柵在外面 然後專門放室外界的地方 那其實 說真的很不錯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雨遮啦 它是掛在雨遮的地方 那我覺得就是把這些空間合理的利用 好 那我們回到市面區 這個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漂亮的有區冰箱 擦亮 擦亮 對對對 我的夢想 那時候Win他們就說 你確定你要在你家放這麼大一台冰箱 我說為了可以吃冰塊喝水 我願意 這我真的覺得 很漂亮 但是真的應該要轉過去 你知道他說這個設計是怎麼樣嗎 就是很多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我只是想要開個冰箱 但是開完後又搞完下來 沒有要拿東西啊 好像 你會做這種事情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幹嘛 好像有的時候會 好像有時候會有這種動作 對 它就是為了節能減碳 好看完了 那你不要開了嘛 哈哈哈哈 那工作室的部分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加一的空間 那這個加一 我會覺得整個玻璃這樣造起來 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小朋友在前面跑啊 走啊 在這裡我可以 邊工作邊看所有的狀況 再加上說 這裡我們有一個小陽台 小小陽台 那這個陽台呢 算是我的一個小天地啦 我那時候是在構思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我其實不需要太大點 我只是要我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朋友來會出去 我老婆跟小孩 其實幾乎是不會出去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 規劃在我的工作室裡面 這樣 對 你想晚上的時候 拿個小紅酒啊 拿個小雪茄啊 坐在外面 因為我本來就不希望 我的陽台佔我的頻數多大 因為只有我會用 但小小一個就很重我的那個點 所以就特別喜歡這個陽台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次也有做那個嘛 Honkey 對 我們進入夜配階段 對 我們進入夜配階段 我們阿維哥 我們來這邊評估了以後 說這一台ASUS RTAX82U 他們實測過大概 算是家用裡面 可以hold Honkey的機子啦 阿維哥他自己實測下來 大概可以拿50個 你要打手遊的時候 你直接把它開下去 他直接就把所有的頻寬 全部塞給你手遊 喔 然後看Netflix的就Lag 對 就不會Lag啦 只是會優先 看Netflix的就給你480p 對 對 點陣了 你知道嗎 再過來就是我們的BUBU小孩房 對他這裡就有寫BUBU520 喔喔喔這也是訂做的 這是枕頭 520是他生日喔 他的生日 這一枕間呢其實都是DIY 我在我的影片裡面有拍 就是從壁紙啊到這個軟包 是從淘寶買來的 他有點像拼圖啦 你就是空間給他 他設計完 然後他就會幫你切割好 然後就 有點像那個防撞墊 對啊 就是防撞墊 一點點小造型 可是這個就是 簡單做完 然後過來貼一貼就好 整個小孩房 就很小孩的味道 這一整間 不加這個木屋 整個弄下來 大概三萬塊 然後這個沒有算 這一個就三萬 好 至於這間房間就真的 算是比較小間 然後以前我們有講過就是 如果你現在在規劃你的房子的話 你的小孩還不知道給他什麼的話 盡量先不要裝房 因為說不定 小孩長大他有想法 再配合他去做 他想要做的變化 有看我們 這個有啦有啦 有做功課 這塊就是主臥室 其實我們的主臥房 非常非常之小 他的空間大概就只能放一張雙人床 然後 緊繃了 真緊繃了 很緊繃啊 這底下是有做可以收納嗎 沒有 這底下有 這下面都有收納 可是這個床可以 是要搬起來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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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只是床墊而已 對他是抽屜 然後這裡有做兩個床頭櫃 很深的床頭櫃 拿來放一些過激的東西 不過他們這邊有一個地方還不錯 就是剛剛小孩房 跟這間房 他們都是低台度整片 這整面牆都是窗戶 就是我覺得應該光線真的還不錯啦 其實這早上 如果你沒有用窗簾的話 會被造型 然後基本上這個空間呢 就是以我老婆為主導 對 就是所以他這裡有他的一個化妝櫃 就是都是放一些他的化妝筆 下面那個是可以先起來電池 不是他是抽屜 然後呢 因為我這個空間 我覺得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主臥室還是要有一點娛樂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這個 喔 好奢侈喔 是有點奢侈 我是說實在話 在這麼小的空間做一個這個東西 投影幕 你投影機在哪裡 我還沒買投影機 但是我已經先預設在這個位置 欸 你用不到 我用不到是啦 我老婆這一句就用得到 喔那可以 對啊 這邊放幾個大型的展開口 對啊 他就靠著就可以看了 那你們就真的 一個人看電視 一個人看塔圖幕 對 看一下主屋的預設 但是有淋浴的嗎 有淋浴 也沒什麼效 因為他是正方形 所以他設計是這樣子 對 還行欸還行 欸我覺得這樣蠻方便的 真的 可是就是幫小朋友洗澡的話 相對的就擠了一點 所以我們都在外面幫小朋友洗 當然當然 因為你外面那間浴室 我覺得算寬敞的 對 以29瓶來講 規劃2加1 雖然每一個空間都 還是偏中小型 可是 還行還夠 你兩大一小型 我覺得剛剛好 還偏大一點 還夠 對啊 就是其實你看你連你的工作 是規劃的 因為你也是在家工作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這衣櫃就是真的 可能 怕以後不夠放 以後應該有機會 但是就是斷舌李要做主 其實現在真的是 斷舌李的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真的 然後其實我們整個家 就只有這個衣櫃 那這個衣櫃比較特別的是 女孩子很喜歡這個東西 有玄機的 其實那時候坐 因為這裡有一個梁 有凸出來 然後那時候WING就有說 啊這裡有一個時空都會浪費掉 我說不要浪費 我們討論以後就說 讓我們直接住一個拉 拉的全身 你看女生就是 從那邊拿一拿穿一穿 直接這裡搞定 不錯 不錯不錯 好那我們今天終於 導覽完安森的新家了 剛入住一個禮拜 很有生活感 對 希望可以撐得下去 其實我今天已經偷偷把一些 比較更生活感的東西 先稍微撐起來 家裡還是要有很多東西 上看起來比較有人味啊 對 對 就是他們 有用這個 在市會家裡 對 你覺得好用嗎 沒有啊 我自從那一天 大大Live 安裝完以後 我到現在 除了我沒裝的 不去按 其他我就不按 真的不會 回不去了 真的不會想按 真的不會想要 因為想要用腳的 對 我以前會覺得 啊這麼麻煩 我會覺得很信 就走過去按一下就好了 對有什麼難的 可是裝了以後你就覺得 嗯 好 我懶得按 就講一下 然後就等 好啊 這樣 啊有時候可能 啊可能太小聲沒聽到 沒關係我也願意再講一遍 我都不要去按他 就是這種感覺 欸你有設情境嗎 有 我有設了什麼晚安啊 那我們待會 就是結尾的時候就晚安 OK啊 OK啊 直接跟大家說晚安 好啦 今天感謝Jensen來邀請我們 開箱他的家 再給大家看一下 一對夫妻再加一個小孩子 他們這樣子的家庭規劃 使用起來也是蠻完整的 然後 二架一房再加一個車位 位置也不錯 這邊是林口 對 還有這附近的學區 喔對 其實林口 學區這件事情蠻強的 有規劃的 對對對 超前部署 對超前部署 有小孩的都在這樣 對 欸現在越來越多YouTuber來林口 那之前有沒有實況主持人 對 我知道嘛 就是鄰居的那個 欸我蹲青木林做得很好 每一個都送禮盒 先打地方 整一下 住大樓就是會擔心這件事情 但目前還沒有 一個禮拜還過 因為我看你們家 也是全市都是做地板 做木地板 它的基本上隔音就還不錯 對 Vivian他們有在幫我 再多做一點強化 因為我跟他說 步步走路超大聲 對 對對對 你上次有講 那個Vivian 就是我們之前愛兒 他們拍的那個地板的那一間 合約 我們把資訊也放在這邊一下 給大家參考 好啦那最後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 然後我們陌生夫妻的頻道放在這邊 他們拍很多生活的內容 那因為剛好最近他們裝潢 才剛裝潢 拍幾十支啊 拍二三支 我一路從 我到底要租房還是買房 一路到整個買完 整個都有 還要包含我貸款遇到的問題 我通通 這都是血淚史 直接放上去 頭髮也掰了不少 還是懶 包含他殺價的過程 好啦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剛剛述好 結尾要說什麼 晚安嗎 試試看 試一下好嗎 落賽的 好來 我不會 我覺得不會落賽 不可能 不會 Hey Siri 晚安 我試過了 我試過了 我試過你的暖氣沒有回應 哈哈哈哈